台中购物节陆续抽出汽车 现今吸引全台各地民众来台中消费 各局处机关也都加码来抢商机 这天劳工局宣布 总共70家优良视障按摩据点加入成为优惠店家 每天会从优良视障按摩据点的商家存跟联 抽出5名幸运的消费者 提供一个小时指定地点免费按摩服务 邀请民众消费之余也支持肯定视障按摩 劳工局与金发局长亲自体验市长按摩 为忙碌的生活输家 三倍券与购物节的优惠好康不断 各局处机关也都加码抢商机 而日前劳工局就宣布 全台中市70家的市长按摩据点评价优良的 从其日起也加注台中购物节的优惠店家行列 我们市长按摩室 尤其四大理事长全部都到了会场来支持 总共有70家的按摩店 然后展现给我们所有的市民 只要你去消费167元的话 就可以有按摩一次的机会 它是三分之一 因为一般的发票是要500元是累积的 劳工局表示 市长按摩优良据点加入之后 不仅能够带给民众更多面向的修行选择 还可以借此来增加各据点的曝光度 而各优良市长按摩据点也加码每天利用存根帘 来抽出五位的幸运消费者 赠送一小时指定地点免费按摩服务 邀请民众来支持肯定市长按摩 台中购物节截至目前为止 那整个APP的下载数已经破16万 我们预计破20万的时候 台中市政府会加码 送出一台70寸的电视 然后接下来还有电动机车来办理抽奖 我们欢迎我们台中市民 我们全国市民都来下载我们台中购物节APP 赶快来扫发票 祝福大家重大奖 而活动到7月底为止 而且到市场按摩据点消费 还可以点数三倍计 欢迎大家到台中消费 按摩放松抽大奖 记住杨宗环台中采访不到